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八号公告 第七号公告的标题是严重的罪业 尽请删除 以第八号公告为正确的标题 请广为传播利益大众 经由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公布的 潜世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 是由第三世多解枪佛亲自开示的 是统设佛教的修行建地 是修行人的无上法宝 没有宗派的分别 不属于密宗也不属于显宗 不属于净土宗或其他任何一宗 不分大圣小圣 凡是佛教徒在学佛修行的菩提道上 要前进取得福会增长 成就解脱 对这一百二十八条邪恶 错误之见是绝不可犯的 这是十方诸佛菩萨不认同的共行之见 凡认同者皆属所犯 修行人必须依此鉴别法印证之见 凡有所犯修任何法必然不得受用 永驻轮回乃至堕入三恶道中 此之见法对修行人百利而无一害 可是相反的对假修行之骗子 对邪恶错误之见者 对打着佛教大旗的假圣德 所谓的大法王 大仁波且 大法师等 却犹如剥掉了他的伤发一般疼痛 这是为什么 原因之一 凡是假圣人都是以骗取众生的钱财为目的 毒害众生的惠命而不顾 因此他们所讲之法必为邪说之邪恶错误之见 而这128条之见会彻底造出他们的原形 大家当下就可知道他们外表是著名俱圣 实际是邪恶之人 由此他们会愤怒舔胸 垂死挣扎 必然疯狂报复 乃至对第三十多节枪佛恨之入骨 诡计阴谋妄生 对此之见见别法予以诽谤 或害怕暴露邪恶丑态而采用间接花招 用另外的形式攻击第三十多节枪佛 大家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攻击第三十多节枪佛 或这部之见见别法的人 个个都犯了128条其中之见 原因之二 因为这部之见法光明无私 纯净的利益众生 是绝对的佛陀正法 会断灭妖恋邪施和假善的骗子事业 因此他们必定反对攻击 以维护他们的私欲利益 而他们的攻击却恰恰证明了 他们是邪施又是骗子 这些攻击者或许会愚痴的说 我们这一派与这些知见无关 千万记住 只有邪魔妖恋派才与这知见无关 因为这是统设整个佛教的知见见别法 是宇宙因果规律的真理 任何宗派只要是佛教条条有关 这是纯净利益众生解脱的知见见别法 无论什么人都一目了顽 生者见生 前者见浅 这些妖孽攻击者或许还会说 这个知见见别法不正确 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 是维护众生会命利益正确呢 还是助长欺骗众生 掠夺众生钱财正确呢 是违背释迦佛陀教戒正确呢 还是维护佛陀教戒正确呢 比如拥有开顶的圣正量 与指示口头讲理论没有开顶的正量 哪个正确 拥有着火定的真功夫 与指示口头讲着火没有真功夫 哪个正确 我们提出几条浅显易懂的问题 大家即刻就能明白 难道认可破三圣戒律正确吗 认脱离菩提心修行正确吗 认戒律不须全部守 认弘法可冒称佛菩萨正确吗 认说假话骗众生之师 认注尸恶行势在护法 认对徒自称佛菩萨 认剃度出家可持婚 认为动我持不管他痛苦 认拿钱就灌顶佛法 认上师可所拿弟子财产 认大菩萨不如三神护立强 认据参提心者是高身 认佛书低安高身坐下 难道可以认犯这些罪恶的人是正确的吗 认他们为圣者吗 大家一定要清楚 第三十多节羌佛是纯净的大悲菩提之心 立异众生 固执失以立异 不收行人供养 就凭这一点 邪师假圣根本做不到 他们要贪拿他人的供养来立异自己 由此他们必然对第三十多节羌佛 恨之入骨 这已经不是天差地别的概念 而是光明和黑暗的两端 甘露与毒液的区别 永远记住一条 妖魔与佛陀是对立的 妖魔和骗子是以残害众生为目的 佛陀是护佑众生为宗旨 所以凡妖孽骗子 并会疯狂破坏佛法 必定反对第三十多节羌佛 无私利益众生的佛法开示 他们妄图以诽谤攻击 来掩盖自己的邪恶错误之见 防止大家看传他们 但是你们会清楚地看到 攻击者一定是百分之百 犯了128条之见 某些条款的 否则就是圣德 就会赞叹第三十多节羌佛的 浅世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的法义 是维护如来正法 维护众生利益的 且不输128条 统设了三藏经历论的法义 只就其中严守三圣戒律 坚持菩提心修行 明信因果 诵经必须懂经文真谛 延持六波罗蜜 这五条之旅行 以色三藏精华 事故128条之见为无上珍宝福法 所以凡一切诽谤人士 必然是假圣德 邪师或骗子妖孽 希望一切善男性女 森严鉴别 树立正知正见 擦眼鉴别 血识妖孽 促进福慧增长 造证菩提 第三是多节羌佛办公室 到底09年8月25日 水晕 Jet decide jest 召唤 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